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运十分钟一点你就通 我是一华老师 那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十二生肖年终抢一波 那请现在已经上线的朋友呢 帮我公开分享按赞追踪 然后记得要公开的分享哦 然后还有开启小铃铛通知 然后下次的直播呢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咯 好那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这个主题叫做十二生肖年终抢一波 抢什么呢 我们要抢当然是财运咯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个2020的庚子年 其实大家真的每次问到朋友说 你最近好吗 大家就是还好 或是不是太好 但是呢在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明年会越来越好 那在我们上个礼拜才刚刚立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立冬要进步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步 但是呢大家立了冬之后 大家知道我们就已经进到 开始要进明年的节气 我们今年可能过得不是太好 今年可能是很紧绷 很让人家很紧张很难过的一年 但是呢这一年要过去了 那明年呢我们要接住明年的财气 那首先呢老师要先告诉大家呢 要接住这个财气的一个方法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教助财运 除了要有方法之外还有方向 那老师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接住明年财气的一个方法 让大家可以超前部署 然后接住明年的财气 这个是利用 利用明年的流年 我们大家就知道风水轮流转 那明年的风水的财运呢 会转到我们的正西方 那请大家大家呢记得 我们在居家的正西方 我们怎么量呢很简单 在我们房子的正中心 我们房间或者是房间 如果房子你不方便去处理的话 在我们房间正中心 去用我们的手机 可以去量量我们的正西方的 那个角落的一个方位 那明年2021的辛丑年 我们的财运走到正西方 也就是我们风水轮流转 我们的财运走到了我们的正西 那这个正西方呢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有三个比较大的重点就是 第一个我们财运一定要干净 第二个财运要明亮 第三个财运要干燥 好干净明亮干燥 就是我们财运很大很大的一个重点 那当我们把我们的正西方 整理干净了之后呢 来哦先这个时候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 抓住明年财运的一个方法 哈啰芽芽 哈啰美玉 哈啰那是Jennifer吗 OK Annie 你好 那应该是Athelin 大家好 那请大家帮我公开分享按赞追踪 那请大家要公开分享哦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一个风水布局 那这个风水布局呢 可以让你抢的先机 把得都抽 先把明年的财气引进 引进到我们自己的财位 然后呢让我们直接入财气 可以让我们摆脱今年的一切补顺 然后提前超前部署去抢的明年的财气 好首先呢 请大家准备一个盘子 大家家里应该都有 然后呢我需要一张九宫八卦图 那这个九宫八卦图呢 其实大家上网都可以找得到 那只要上网当落 或者是我们刚刚小编有说 我们命运好好的网站 应该也是可以找得到的 这样的图 我需要一张九宫八卦图 请你放在 放在这个盘子的中间 好 然后呢我需要 香 那只要是香塔 香塔都可以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葫芦香 上面有元宝 好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九宫八卦呢 其实如果 如果大家会看的话 其实一般是 如果有这个生肖东文的话 大家先找到九宫八卦的 东南西北四个正方 然后把它转到 我们正西的这个方位 好 然后呢 转一下 那如果在我们这张九宫八卦图里面 它这个动物是 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话 是这一个 这一个卦 这个卦请你留空 那也就是我们正西的那个方位 请你留空 然后我们需要七个香塔 就请你大家 我先把香塔排好了之后 再拿给大家看 我们九宫八卦总共八个方位 前坎 前坎跟正旭领盔总共八个方位 那我需要你把正西的那个对卦控出来 对卦呢就是 它有两横 一个两个短横 然后大家这样看到吗 要再举高一点 好 你会发现 我除了这个正西的这个方位的对卦之外 看到吗 ok 除了正西这个方位的对卦 开口之外 其他每一卦的地方 我都摆了一个香塔 好 然后 我需要八个铜板 那这个正 这个正呢 这八个铜板就摆在我正西的这个方位 这个对卦的地方 那如果对九宫八卦的地方 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 你可以上网去download这样子的图 然后呢去找到 类似的图形 它只要有九宫八卦都可以 那你需要这个东西呢 放在你的盘子里面 那我在正西方这个地方呢 我要放八个铜板 那因为刚刚我们请我们的小帮手呢 帮我找的是八个十块 那如果你有八个五十块 当然是更好 因为我们要招的是 希望招到强大的台器 那五十块呢 现在是我们目前流通面子最大的硬币 那我们现在找到八个十块 没有关系 十块也是很好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呢 这个正法呢 请你放在已经整理干净的 正西方的一个方位 然后请你方位 这个 这个 红板的缺口这个地方呢 请你对着正西 然后 开始咯 我们在 下个月 我们 这个 农历的十月初一呢 就是我们活力的十一月十五号 好 从十月初一开始 你从 初一 十五 十月初一 十月十五 十一月初一 十一月初一 十一月十五 或者是 农历的十二月初一 十二月十五 但是请你不要拖到那个时间 十月初一当然是最好的时间 或者是十一月十五就可以了 准备好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放在 在紫时的时候 晚上十一点 到隔天的一点中间 把它放在我们正西的这个方位 我们已经整理干净了 然后请你呢 把香塔准备好 重点是 我们逆时针开始点 从我们的钱币的上方这个香塔 开始点 一天 点一个 你点了七天之后 它就会绕回来 每天就是每天晚上点一个 点七天 那如果呢 你的香塔足够呢 我会建议你点上 连续七七四十九天 总共点七七四十九天 然后点七个礼拜 这个正法呢 可以帮助你 提早引进的财气 到你的房子 到你的身上 然后这是 老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风水布局的一个方法 把明年的财气呢 招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 招到我们自己身上 然后呢 除了方法之外 我们也还需要方向 什么叫方向呢 因为每个人 他可以得到财气的地方 不一样 那这个呢 是抢财运的一个 风水布阵 那既然要抢财运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十二生肖 可以抢到什么样的财运 来 请大家帮我公开分享 按赞追踪 然后呢 还有开启小离当的通知 再能够 继续收到我们的一些 我们的直播跳出来 然后来 我们先来看 生肖鼠 猴 鼠鼠 鼠龙的朋友呢 他用这个风水布阵的方法 他可以抢到什么呢 他可以抢到偏财运 什么是我们的偏财运呢 包括我们是可以 投资金融工具 我们可以短线的进出 但是呢 只要是新鲜的金融商品 你都可以去尝试去接触 而 记得一点 就是当我们在这三个月里面呢 短线的进出 一定要见好就收 入贷为安 任何 你如果说一个礼拜 你发现它涨了 很快卖掉 或者是你至少卖掉一半 然后剩下一半 你看它 你去观察它 再决定你要进还是出 但是一定记得 你短线进出 你才有钱财进账 然后重点是 切记什么 属猴 属属 属龙的朋友 记得 这段时间 第一点 不要赌博 记赌博 因为你抢了这个财运 你的天才会进来 但是如果碰到赌博 你的财运就会散失 好 不可以赌博 记赌博 然后呢 博弈概念的商品 或是金融商品 都不要碰出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禁忌 然后接下来呢 属虎 属马 属狗的朋友呢 它可以抢到什么样的财运呢 属虎 属马 属狗的朋友呢 它可以抢到贵人的财运 那什么是贵人的财运呢 就是它会因为人际关系而得财 所以这段时间呢 它可以扩张业务 它可以去多参加一些业务之间的交流 或是参加一些商会 或是包括 类似符伦社或是狮子会 这样的聚会 它在这里面呢 它会碰到贵人 会给他带来很大很大的商机 甚至呢 在短期间呢 就可以让他有很大的一笔金融 如果是做业务朋友 非常非常建议你去参加这样的商会 然后呢 记什么呢 如果你要抢到贵人财运呢 你要切记 这个时间 这三个月时间呢 第一点 不能跟任何人有借贷的关系 什么叫借贷关系 就是我借你多少钱 你借我多少钱 那包括小额的也算哦 就是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借 任何的钱给朋友 不要说 我们今天吃饭 他可能少贷钱 他不是要忘了贷钱 那我先借你500块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借贷的行为呢 你可能就又把你的财运给借出去了 那在这三个月里面 记得这三个月面 千万不要跟人家有金钱的往来 或金钱的借贷 包括300块500块都是借贷 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 好 再来的下一个呢 就是属猪 属兔 还有属羊的朋友呢 在用了这个方法 用了这个风水的正法呢 他可以抢到什么呢 他可以抢到他的正财运 什么叫正财运 就是我们在 我们每天工作可以得到的收入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包括我们的工作奖金 或是我们工作金贴 甚至我们可能 老板可能 年终觉得大家今年都辛苦了 多发放一些鼓励或是股份 这都是在你工作上可以得到的一些正财 但是在这三个月 切记切记 你要去抢到这样子工作上面 事业上面的财运的时候 你要记得第一点 不能够三心二意 一直想说我要跳槽 或者是我想要转到哪个行业 或者是我这个时候我想要做兼职 这三个月时间 如果你用了这个风水正法 请你记得不要三心二意 不要想要做这个又想要做那个 就坚守坚守你的本分 坚守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 不要一直想说 我是不是过完你要跳槽 或是我是不是 你要年终奖金 我就换到另外一家公司 如果你抱这个想法 或有这样的准备 那你的财运就会散失 然后另外呢 也要切记切记 这段时间呢 因为我们得的是正财 我们抢到的是正财运 所以我们千万千万 不要做任何高风险性的投资 包括买一些期货 或者是指数前商品 或者是在这个时候 短线进出的股票 都非常非常不建议 那就是这段时间 你能够抢到的就是正财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喔 接下来生相的三个生相 就是属蛇 属鸡跟属牛 这三个生相 那这三个生相呢 用这个正法呢 它可以抢到什么样的财运呢 其实不好意思喔 这个财运不是人人都抢得到 那包括老师本身也是在这三个生相里面 但是抢不到财运是表示我们没有财呢 其实不是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去借人的财运 那可能很多人听过有一种叫做无鬼运财吧 那其实无鬼运财 它也是一种借他人的财运的一个方式 可是我们这个方法 它并不会像无鬼运财 这样子 让你借到这么多的财运 可是呢 我们要借的是 我们周边身边的人 或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他身上可能 他带财运 或是他有财运 但是呢 你可以 我们台语讲说 就是 用人家的财运来带动你的财运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什么呢 这不是抢喔 这是借 那这个借呢 不用还 什么叫不用还 有个想法就是 我们台湾有2300万人 如果2300万人 每人借你一块钱 这一块钱不用还 如果借你一块钱 要不要还 不用还啦 借你一块钱就是借你了 好这就是借财运 那这个财运呢 是怎么来的呢 叫做合作得财 什么叫合作得财 呃 我们常会想说 合伙 合资 或是合补 这个可能 想象空间比较大 最简单 最简单是什么呢 大家快到年中的时候 發現 呃 大乐透 然后彩券 或者是有时候去吃饭的时候 大家 每个人出个一点点钱 几百块 然后一起去买呱呱了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借由别人财运 所以你必须跟别人合作 合伙 一起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 这三个生肖 等一下小帮手 我们就一起去买彩券 好不好 然后就是我们借由这个财运呢 必须跟大家合作 但是呢 如果说你要借得别人财运 记得你记什么呢 第一点 刚刚说的 金融短线的投资 你就不能出 也不要做太大的 如果说你是有理财的习惯 好 这段时间 只能进去不能出来 那如果是短线进出 它就会破坏你这个借来的财运 所以如果说你要用这个风水布阵的方法 去让你的财运好转的话 记得记得 这段时间 金融市场只能进不能出 或者你就不要进出 那一定不能够跑短线 好 今天呢 这是老师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明年2021 我们薪酬年可以把财运先提前 我们想说 我们提前预借现金 预借我们的财运 把财运借到今年来 希望呢 我们超前部署 提前布局 可以让我们的财运呢 可以好转 那如果呢 大家有什么更想知道的东西 或是希望老师下次分享什么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然后希望大家呢 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然后 大家下次见啰 拜拜